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访问面对面 我是王宇田 近日某集团军干了一件很不误政界事 什么呢 他是用零三式火箭炮来打击海上目标 同时还用无人机来评估毁伤效果 这等于把我们火箭炮的实用范围大大的扩展了 这么一个打击模式透露我们究竟有什么样的能力建设 未来可能会怎么用 今天我们有请军事专家王宇飞老师给我们讲一讲 这么一个举动背后的意义 PHL034火箭炮 它的射程其实只有150公里 这个火箭炮一组是八发火箭弹 那么它的意义在哪呢 第一个当然了 就是我们034火箭炮现在也可以对舰打击 而且打击的是活动中的目标 那么对海打击我们又多了一种手段 但是它更大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 更大的意义在无人机引导圆火打击 这个意义就大了 大家都知道 未来我们维护统一的战争 用远程火力打击 岛上目标 那肯定是开战 首战 用我必胜的一个力气 在作战当中 有一个环节非常重要 这个环节是什么呢 就是首波二波打击之后的毁伤评估 这个环节啊 美国人是最总视的 从二战开始 一直到后来的朝鲜战争 越南战争 这个环节都是美国下大力气 要搞清楚的一个环节 为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 过去美国火力很厉害 但是你打完了以后 对方那个目标有没有被摧毁啊 摧毁到什么程度啊 这牵扯到下一步 你的战略战术的运用问题 如果都摧毁完了 那我可以发动全面的进攻 如果没有摧毁 你要第二步要进行摧毁 如果摧毁了一部分 哪一部分被摧毁了 哪一部分没有被摧毁 这对我们未来啊 进行圆火打击 倒上目标是一样的 因为火力打击 应该说是我们第一步环节 但是也是最重要的环节 因为大家都知道 台湾的防空力量 对海打击力量很强啊 号称防空网的密度 是世界数一数二的 首先你得把它的 什么爱国者呀 什么公三呀 你得把它摧毁 你才能有下一步的空地打击 或者是登陆作战等等的步骤 而大家都知道 未来对岛上的打击 那最好是速战速决 这个呢就牵手了 打完了以后 你马上就知道效果才行啊 比如说防空导弹这里 有没有被打掉 打完了 如果没有打完 你下一步的空中作战 那你就有困难 如果你查出来 当时就被炸掉了 起码阵地上没有了 那我空中的作战行动就比较顺利 包括台湾的所谓 对保里化 洞库化的这些隐藏的火炮 隐藏的飞机 我炸了它的洞库了 甚至我用砖机弹炸了 有没有炸成啊 那么好 我就可以当时这个战术部队就可以派出无人机去查 查出来 我马上就可以进行第二波打击 所以它未来的意义啊 就是我们可以使用无人机进行大密集的毁伤评估 以及呢 对岛上这些火炉单元呢 进行侦察 你失去这种反抗能力之后 我下一步的进攻行动计划方案 马上就可以制定出来 就是您说起这个无人机啊 我倒是想起来 我们那架双尾一些无人机 从我们那个宫古海峡出去之后呢 贴近了台湾的这个西海岸非常近的地步 在那巡航了好长时间 然后又回去了 然后这个事情诡异的地方在哪呢 日本发现了这架无人机 台湾没有发现 然后这个事情说明什么呢 就是说台湾的雷达 对于这种低慢小目标 它的识别能力是非常差的 对 日本方面可能是专门部署了针对这种无人机的雷达 所以才能够全程的跟踪 而这也提醒我们呢 就是对于这种低慢小目标 台湾有可能是有很大的漏洞的 我们这无人机呢可以渗透出去 当然我们的无人机也有高端机种 比方说我们阅兵中展出的这个无针巴 压轨道高超音速 美国航母都拿它没办法 更何况这个小小的台湾岛 所以呢到时候啊 台湾整个岛真是没有秘密了 我们的火力打击呢 真的可能像开了全景地图的这个战略游戏一样 我们动动鼠标 可能就已经可以解决整个台湾的战斗问题 好本期节目我们先讲到这儿 欢迎大家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